希望享有人壽保障的同事 还有投资收益 有人会考虑投资商年售险产品 但既然是保险 又是否等同投资有保障呢? 今集《理财要贴地》 理财教练临厂恒Alvin 为大家拆解当中的保障、汇报和风险问题 投资商年售险 结合投资选项和人壽保障 在投资的部分 保险公司提供的利益说明文件 或者会列出投资回报高达9% 但这只是假设数字 主要用来反映在不同投资环境下 相应的退保金额和新雇赔偿额 而不是保险公司的保证回报 投资商年保单里面说的不是现金价值 而是户口价值 因为正正是每个投保人自己买的时间 他会选择一些他心仪的投资选项 而投资选项可能有些会高风险 譬如买一些股票基金 甚至乎去到新兴市场基金 那类型的相关资产的风险就高了很多 投资下去的市场是高到风险的 亦都有机会可能很短时间 会损失了百分之三十四十 其实亦都有机会发生的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很稳定 如果买一些债券的类别 又或者叫做多元资产 是偏向于多一些稳定的东西 相对风险又会低了 低不代表一定赢钱 其实一样会有个损失的 财务损失除了源于投资回报不好 都有可能因为投保人对保费假期的误解 因为条款上设计 有些叫保费假期 即是说我可能把保单 我有一些指定的年期、月份 我可以不交保费 这样都可以的 将保单会继续营运到的 但问题就是你不交保费 不代表保险公司不扣洗费 所以其实里面都有机会 这些洗费会一直扣 而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进入 而它本身的资金一直扣的话 可能真的去到最差的状况 所有钱都会扣好 而整张单就会没了 投年受险在人寿保障方面 新贡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一般取缺于保单户口价值 应缴总保费 及以缴总保费三个因素 所以分为三大类别 包括轻保型、保本型 及保障型投年险 简称PLP 轻保型的新贡赔偿额 是户口价值的105% 保本型的是以缴总保费 并且已经求除以提取金额 或者户口价值的105% 以较高者为准 保障型的投资商年保单 它里面的设计 就是会针对不同人 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需要 它如果不幸地离世的话 是根据应缴保费的某个百分比 去赔偿给它 而现在要求最少达到150% 也有机会有保险公司设计 应缴保费的赔偿额 可能达到500%、600%也会有 Alvin 所说的保障型投年受险 特别为年轻一代而设计 因为如果受保人在65岁前新贡 保障额有应缴总保费的150%的保证 不会受市况影响 不过若投保人在65岁或以后新贡 配上额就有机会大幅减少 投年受险毕竟是一种人受保险产品 涉及多种收费 而且性质与直接投资基金不同 两者的回报或有差别 最后Alvin 提醒想买投年受险产品的人士 要留意以下两点 你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风险水平 如果你是一个不想承担风险的人 其实这些产品就想到没想到 但你说我可以承担风险 我可以即是博下的 那你就要考虑资金周转 所以你一定要确保 你能够持有一段时间